在辩论节目奇葩说中 凭借幽默言辞犀利见解 深受大批女性观众喜爱 过去她曾在公开场合上 贪欺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透露丈夫留意温柔又风趣 然而看似爱情事业双收的她 经历却无预警参加了离婚综艺 让不少人感到很震惊 傅首尔在节目中无奈表示 自己看起来很强势 其实都是因为指望不上老公 对方对家庭失误不上心 做任何事也经常拖延 节目中的来宾则认为 刘依不是不爱傅首尔 只是因为她更爱自己 所以不愿对婚姻家庭做出改变 对此刘依忍不住崩溃大哭 直言没想过原来自己 一直将妻子放在第二顺位 傅首尔也忍不住掉泪 所以又安慰刘依表示 爱自己其实没有错 片段在网络上曝光后 不少朋友表示 刘依和傅首尔其实还是爱着对方的 因此认为刘依要先调整好心态 才有心力去处理感情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